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不好 中國市場情緒急劇惡化 中共財政走向破產 只剩下最後三條路 華為發布會宣稱 或140家媒體直播 為備受矚目的國產5G麒麟芯片卻缺席 FID升息至7% 看誰在裸湧 戴蒙世界是否準備好 將要退潮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財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26號 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不好 中國市場情緒急劇惡化 中國房地產出現9個月來最大單日跌幅 對中國恆大集團可能進行清算的擔憂 加劇整個行業面臨壓力的新跡象 FX168財經引述彭博社報導稱 9月25日 彭博情報一項衡量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指數一度下跌6.4% 使其今年以來的估值損失達到550億美元 恆大在最後一刻取消關鍵的債權人會議並表示 必須重新審視其重組計畫 該公司股價週一盤中一度暴跌25% 中國澳元集團有限公司 是拖累彭博開發商指數的最大個股 該股復排後暴跌76% 跌幅創歷史新高 彭博社稱 最近幾天市場情緒急劇惡化 由於政策支持未能解決流動性問題 投資者準備承受疲弱行業帶來的多年痛苦 儘管開發商寄希望於即將到來的黃金週假期重振房屋銷售 但地產股8月底的漲勢迅速降溫表明 任何環節可能都是短暫的 投資者正面臨著似乎沒完沒了的負面消息 百姆大一家法院發布對中國房地產公司中泛控股的清盤令 清盤人已獲委任 中泛控股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暫停交易 中國監管機構表示 已就一筆未披露的預期貸款 對平安不動產有限公司展開調查 與此同時 對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可能違約的擔憂 挥之不去 中共財政走向破產 只剩下最後三條路 8月份 中國的經濟數據出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 政府的月度財政 公共預算收入出現了顯著下降 關於這一點 相信它必定會給中國經濟帶來痛入骨髓的衝擊 大陸獨立大數據專家老蠻撰文說 五月之後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鋪接 即便是有著增值稅補繳的因素 但其他各項稅收基本上都陷入了大幅萎縮的狀態 這就造成了月度財政收入迅速喪失了增長性 到了8月份 財政收入增量負了 8月份當月 較去年8月份的收入同比減少了600億人民幣 除了增值稅之外 絕大部分科目都處於劇烈的萎縮之中 1至8月份 非稅收入下降3.6% 非稅收入主要是罰末收入 也就是說 現在經濟蕭條到連罰款都罰不到了 消費稅下降9% 這裡體現的是真實的消費情況 老百姓確實是沒有了消費 當然承擔的消費稅就減少了 企業所得稅減少7.6% 這意味著企業普遍掙不到利潤了 同時印花稅下降8.9% 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下降29% 是金融活動熱度下降最直接的表現 財政收入的另一個主要來源 賣地收入 同樣也處於劇烈的萎縮之中 2022年賣地收入減少了23.3% 今年1到8月份又減少了19.6% 這種萎縮將會長期持續下去 2020年至2022年3年 財政赤字合計就達到了23.6萬億 而此前10年 合計才只有19.5萬億 老蠻分析說 中共當局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政府放任自己的現金流斷裂 放任地方債務暴雷 地方財政實施破產的過程 地方公務員連工資都發不出 無力維持正常行政秩序 乃至連警察部門都無法正常辦案 整個社會秩序大亂 第二 就是繼續無毛印鈔 憑空印鈔 吹起瘋狂的通脹 對於這第二個選擇 中國人其實非常熟悉 無非就是重走金元券的老路罷了 而一旦走上這條路 事實上就是為了財政的苟延殘喘而洗劫全體中國人民的財富 最終依然是經濟坍塌 民不聊生 在財政收入必定長期萎縮的背景下 中共當局所面臨的只有這兩種選擇 當然 如果一定要給出第三種選擇的話 那就是大家非常恐懼的那一種戰爭 主動發起戰爭 並且一定還要是全面的戰爭 戰爭消耗大到足以讓整個國家的經濟機器全力運轉的那種戰爭 我們可拭目以待 相信也不需要再等多久 華為發布會宣稱 獲140家媒體直播 為備受矚目的國產5G麒麟芯片卻缺席 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25日下午2時半於深圳灣體育中心舉行秋季新品發布會 官方早已大肆宣傳造勢 稱獲獄140家媒體直播 現場與3,000觀眾座無虛席 去見證華為如何遙遙領先 華人巨星劉德華更擔任代言人現身發布會 據官方資料 140家媒體直播 大部分軍事人民日報 新華社和環球時報等中國官媒和黨媒 以及微信 新浪微博 騰訊和小紅書等中國媒體平臺 不過在官方浩大聲勢下 最令外界高度關注的Mate60 Pro在內的Mate60系列智能手機 卻在會上失了鐘 據大會直播片段 于承東未有為該產品詳細介紹 僅簡單稱華為Mate60目前很火 身貨消費者喜愛正在加班加點緊急生產 更隻字不提其所宣稱搭載的中芯國際麒麟9000S芯片 不少內地網友紛紛留言稱大禍不解 令人失望 Mate60 Pro被認為是華為受美國制裁後推出的第一款5G手機 自近月推出以來 備受中外注視 中國是否已成功自行生產芯片 作為突破美國出口管制的新軸 Fed升息至7% 看誰在裸湧 戴蒙 世界是否準備好 將要退潮了 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戴蒙表示 關於聯準會的基準利率最糟糕的情況是升至7% 再加上停滯性通脹 戴蒙25日接受印度時報專訪 被問及關於美國經濟的硬著陸風險時表示 當利率快速高升 償債會面臨壓力 而企業難以承受高利率 他說 關於升息 從5%升至7%的200個基點 會比從3%升至5%更痛苦 從0升至2%幾乎就像沒有升息 從0升至5%會讓一些人措手不及 但沒有人會認為升至5%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確定世界是否準備好應付7% 最糟糕的情況就是7%加上停滯性通脹 如果它們將有較低的量 較高的利率 系統中將面臨壓力 巴菲特說 只有退潮的時候 你會發現誰在裸湧 將要退潮了 這200個基點將比從3%升至5%更痛苦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